80万买泳池别墅还能做民宿 你没有听错哦 大家好我是童谣 今天呢童谣收一个新加坡的小姐姐呢 来转售她在巴提亚的家 这个家呢当时在疫情期 买了90多万人民币 拿下来是一个三房的 一个占地188平方的一个小别墅 这个别墅呢是之前做民宿的 她当时弄下来的话 也是有做民宿的打算 可是后来她的工作太忙了 现在又回新加坡去了 所以呢她这一套房子 简陋嫁给大家 以她拿到手还要更便宜一个50万泰铢哦 如果是简陋或者是做民宿的话 不要错过 就是这一套小别墅了 它占地188平方 之前呢是一个泰国的民宿公司在持有 所以她之前是做民宿的 因为在这样的一个188平方 80万人民币左右 可以买到一个带泳池的 三房现代风格的一个别墅 而且可以做民宿的 其实在巴提亚的话 其实性价比是非常高的 但进来看到她的客厅和挑高 各方面都还是不错的 这边是有一个小的一个餐厅 这边是厨房的区域 厨房区域的话 它也是漏空的 所以它这个位置的话 油烟可以盖起来 厨房洗漆的里面 但我觉得很难得的 就是说它采光还是不错的 然后现在呢 这边是一个主卧的部分 它当时是自己做嘛 就换成了自己的一个床 那以前的话 是并排的两张床 是做民宿 那都是独立的为用 看一下 因为它非常便宜 现在的话80万人民币应该买不到了 因为我们看最近呢 卖的那些房子都是 一百二一百三十万期了 那现在这样的一个 几乎是八九成新的 你看这样带远池的小别墅 而且它的位置也不差哦 就是在巴提亚的东区生活区 很多老外和泰国人呢 都喜欢住附近 就附近有一个很大的农贸市场 农贸市场是巴提亚 是最便宜的一个平凡市场 所以住在这个附近的话 多上民满国际学校 都会住在这个附近 所以如果你是想要在这边上 泰国学校的国际班 一年的学费大概是在三万人民币左右 就能上到民满学校的国际班了 这套房子的话 是我们刚需自住别墅里面 性价比非常高的 如果你是想要在这边是常住 或者带着小孩来上学 这附近的民满学校的话 是我们很多 就是预算有限的一些家庭的话 会选择民满学校的国际班 会比国际学校便宜一个 三分之二的一个价钱 而这个位置呢 就是在民满学校 可能开车五分钟的一个直线距离 门口就是菜市场 莲花便利店 70亿都非常非常多 所以这个位置自住是非常好的 所以如果你也是想来泰国 常住带孩子来上学的话 这一套别墅是非常简陋的 还是怎么这么说的 所以我们这里也会再复杂到 看看